Hello 大家好 我们刚刚休假十天回来 那么赶快跑到后院里看一看 我们的这些 这个番茄都熟透了 那么挂了很多很多 然后还有很多的水果 蔬菜都非常漂亮 完整无损 没有一个被 动物或小鸟吃了一些 或者是啄几个洞 这说明我们今年的 这种驱赶动物小鸟的 这种举措 非常的臭效 非常的成功 往年我们这个篱笆上 经常跑了三四个 这个松鼠跑来跑去 还有一些鸟类 鸟 花鸟 还有一些什么花啊 什么东西的 都来偷我们的这些果实 我们以前用了一些办法 比如说用纸 包这个番茄 还用一些CD 悬挂一些CD 还有一些什么草仁 还有一些 别的一些办法 那么这些办法呢 起到了一定的保护的作用 但是还会出现 就是夜间或者是 特别是我们休假的时候 家中无人的情况下 那么这些动物呢 还是有破坏的现象 但是大大的减少了 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效果没有像今年 这个效果特别的好 一个多月以前 我们发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就是说我们用了一些驱赶动物的一些办法 比如说旗子 买了甲仁 草仁 那么我们还买了一个毛头鹰 举起来 然后举在一个钢丝的上面 然后这样在风吹动下 动来动去 头还不停地转来转去的 非常的逼真 特别是那眼睛特别吓人 另外我们还买了一个驱赶动物的这种仪器 它的这个仪器呢 它就是会发生一种超声波 这种超声波呢 就是一旦动物进入这个范围之内 然后它就会产生一些噪音 然后这些噪音呢 就会把动物驱赶走 那么这三个东西合在一起 竹连碧合就把动物和小鸟 赶得远远的 非常有效 那么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 我们发现呢 松鼠再也不敢过来了 鸟也不敢飞来 破坏了 非常的有效 非常的成功 因为我们不是为这些产品做广告 所以呢 我们不怕详情告诉大家了 不过还是有很多朋友问在哪买的 我们是在我们附近的一个叫 Dale Hardware D-A-L-E Hardware买的 你们可以在网上查一查 你看我们收获了这么多的番茄 一个都没有被摇 或者破坏 非常的漂亮 你看我们今天刚刚回来 摘了这么一大下子 黄瓜 非常的好 丝瓜 番茄 这么一大堆 我们做成西红柿酱 番茄酱 还有小的 那么有一颗是小的番茄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欢迎大家订阅 并转发给更多的人 那么你的小小的一点帮忙 就可能帮助我们去做更多更好的视频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